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杨阳和白露开始合作出演古装励志剧,角色力压风蓝溪露照耀,杨阳是业内公认的古装帅哥,跳跃如行云流水,每一次出场都能带来独一无二的角色扮演体验,从《新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,到《舞动乾坤》里的林栋,再到《且是天下》里的风蓝溪, 杨阳用流畅的表演赋予了每一个角色有趣的灵魂。其中《且是天下》中的风蓝溪是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一位。首先,杨阳饰演的风蓝溪一身古装非常好看,给人一种儒雅尊贵的千古公子形象。再加上杨阳的美影《很有爱》,一下子就把风蓝溪这个角色演绎的充满悬念和热血。 此外,杨阳饰演的风蓝溪幽默风趣,将风蓝溪这个角色演绎成了游侠。 今年杨再次举办古装剧《古装新人》比风蓝溪还火。对于喜欢杨阳的观众来说,这只是一场选美盛宴。 再加上杨阳的搭档是白鹿,一下子就满足了观众的期待。杨阳和白鹿开始合作,主演了一部古装励志剧,这个角色打败了风蓝溪和鹿照耀。 杨阳和白鹿即将合作的是《风月不相关》,这是一部具有两个强大角色的灵感古装剧。 清家受委屈,开创太平盛世的故事。从剧情来看《风月不相关》有家国情怀,有儿女私情,想必会吸引不少观众。 而剧中的主人公是太子将军的形象,也是质子垂头丧气的形象。此人物智勇双全,为人谦逊,深谋远虑。 应该说《风月不相关》的男主比《风蓝溪》还有意思。运筹帷幄的不仅是皇子,还有武功高强的平民,以及受尽屈辱的人质。 虽然男主角《风月不相关》多遍且对演员充满挑战。但杨阳的演技一定会为该剧增添不少看点。 而剧中的女主官清悦已经完成了白露。白露是近年来发展势头最快的流行小花,收录了《招摇烈火军校》、《半世秘堂》《半世商》《周生如故》《一生一世》等多款精美作品。此次白露加入《风月不相关》为男主,必将提升剧集品质。 同时,该剧的英雄套装也为白露量身打造。剧中,女主官清悦是冷俊英姿的女将。 妩媚诡计的青楼女子,勇敢的胸怀天下的女战士。而且白露本身的服装造型是可以改变的。 无论是女将还是青楼女子,都能吸引观众的眼球。此外,官清悦这个角色丰富可爱,更能彰显白露的个人魅力。 如你所知,白露的玩具很了不起,一出场就火遍了全网。这次《风月不相关》能邀请到白露来参加,一定会增加节目的热度和质量。 毕竟,白露深厚的武功,细腻的台词处理,流畅的演技。很容易诠释出关清悦这个角色的多面性。 再加上与杨阳的首次搭档,势必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CP体验。 现在《风月不相关》已经提交,相信也会提上日程,一起等官宣吧。 等如笑 更容易详细